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与归宿, 飘渺无常,追不到,守不住,又放不下, 身在其中的我们,常常会迷失在世俗之中, 忘了自己,也忘了旅途的风景, 也许年龄并不是愿力的决定因素, 但若是没有年龄的加成,也做不到真正的彻务, 很多人不知道,人过不惑,但博沉稳才是人生的大境, 不需度光阴,不保时中日,不弃功于寸阴, 偶有三五十几,逐酒赏花,享受生活的安宁简静, 但若要生活如此,就必须有所舍弃, 特别是人过了五十岁以后,就更应该懂得什么该坚持, 什么该放弃,如果你能扔掉这四样东西, 那余生必能幸福安乐,肆意潇洒, 一,扔掉抱怨,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是抱怨很多, 抱怨工作的不顺,抱怨婚姻的矛盾, 抱怨儿女的操劳,但到了五十岁, 想必你也明白,抱怨除了徒增烦恼, 并没有任何作用,因为抱怨只是情感的发泄, 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,若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 就应该放下心中的烦门,抛弃负能量, 用积极向上的心情去寻求真正对问题有帮助的方法, 当你能学会不怨天由人,也不自怨肆意, 你就会发现,那些你曾经抱怨的事情, 其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艰难, 当然,也不是说抱怨就没有丝毫可取之处, 偶尔的抱怨有助于缓解烦闷的情绪, 但一定要赤肚,如果真的觉得压力很大, 也可以多运动,多和朋友出去走走看看, 要知道,用阳光的心态对面对困难, 远远好过于没有意义的抱怨, 二,扔掉悲观悲观的心态,可以说是幸福的最大阻碍, 因为如果你永远以悲观的心态去对面生活中的人和事, 那即使你身边一直是欢声笑语, 你也只会觉得郁郁寡欢。 那些永远笑容灿烂的人, 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没有悲伤和苦难, 而是他们知道,悲伤解决不了任何事情, 只会影响自己的心情。 快乐过是一天,不快乐过也是一天, 为什么就不能看开一点, 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呢? 50岁的人,大多都已经经历过人世冷暖, 悲欢炎凉,就更应该明白, 生活或许不能自己选择, 但心情确实由你控制, 人生的确不易, 所以我们更应该抛弃悲观, 用最阳光的心情去迎接未知, 这样不管未来是风雨还是彩虹, 你都能拥有最灿烂的笑脸。 3.扔掉心软心软的人, 其实活得很委屈, 因为他很容易为了成全别人而委屈自己, 可别人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让你为难, 心软是没有原则的善良, 若你不懂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, 只会换来别人的变本加厉, 你觉得为难, 觉得疲惫不堪, 可别人却觉得理所当然, 甚至觉得你矫情作作, 所谓人善被人欺, 到底就是如此, 话说回来,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拒绝, 无非就是碍于面子, 害怕伤了彼此的情意, 但都是50岁的人了, 其实早就应该明白, 面子都是虚无的, 而真正对你好的人, 也不会一而再, 再而三地强迫你, 所以, 对不值得的人心软,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, 学会收起你的心软, 你的生活也会轻松自在很多, 四, 扔掉不值得的人和事, 成长最刻骨铭心的感悟, 就是丢掉虚伪, 拥抱纯真, 50岁的人, 应该把时间花在最为宝贵的地方, 没有必要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浪费时间, 从前我们或许会因为顾及面子, 总是为一些虚无表面的事情奔波劳累, 但到了50岁, 你静下心来想想, 会发现曾经的这些努力都是无用功, 除了占用了你的时间和精力, 没有任何其他作用, 那你又何必去做,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, 所以, 大胆地丢掉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, 你的人生也会幸福开阔很多, 人过不惑, 就该勇敢果断地扔掉, 这四样东西, 学会拿得起, 放得下, 不抱怨叹息, 不贪得无厌, 不好高无远, 不自愿自意, 活在当下, 让每一个脚步都充实坚定, 每一天都丰富多彩, 这样的生活, 才算不枉死生。 原来前世修行过的人, 今生来到世上会是这样的, 出奇特征, 一, 多灾多难磨难重重, 身体与精神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, 一生会有大难不死的经历, 二, 心软慈悲不忍杀生, 不贪金钱不吝啬攒不住钱, 三, 聪明智慧悟性高, 天生对佛道宗教全学感兴趣, 时常会走暗宫, 梦中常去一些山林古寺圣地飞行。 四, 时常梦见神灵佛道, 梦眼鸭床, 出体飞行梦。 五, 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晕厥, 但是检查没毛病。 六, 对佛道灵异身心有感应, 接触到这样的人士, 相同, 僧道, 去灵异之地, 庙宇仙山, 灵的鬼宅会有感觉。 高级特征, 一, 八字语想上会有特殊印记符号, 二, 有三星, 七星的标志, 斑点或至一类的, 组成星图, 三, 阴阳分离, 身体或身体某个部位, 最明显的是看守, 攥起拳头的时候, 手心和手背之间的颜色突然变化, 白的和红的有一明显界限。 四, 天眼在偶然激化的情况下或是幼小时曾经开过。 五, 梦中出神走岸, 攻去过天界密, 触祸看到过不认识的天书。 六, 很多天地之间的事情, 自己会莫名其妙地知道感觉很熟悉。 七, 梦境中曾经到过某处, 见到某些人物, 接受过类似使命任务, 一般具备一半以上就可能从佛道修炼中来, 前世修行过的人, 今生来到世上会是这样的。 一, 为人处事, 绝对守法, 守信, 守时, 临危不乱, 不畏强权, 果断力强, 责任心重, 尽力扮演好每个角色, 力求心安理得, 有礼貌, 一视同仁, 很公平, 有分寸, 理性但不迷信, 有错一定认错, 坚持活在当下, 做事不僵化, 不藏私, 乐于将自己所会地教导别人, 不冷漠, 乐于牺牲奉献, 凝伤自己也不害人, 不改派头, 不会大小眼, 常为他人, 助想, 人缘好, 不以貌取人, 而是从对方的小动作, 小细节去衡量人, 二, 个性, 则善固执, 独立, 逐渐强, 带点傲气, 不服输, 但尊重多数人的决定, 完美主义者, 如果能做得更好一定再做一次, 不攀心, 看钱不重, 可能不善于管理自己的钱, 财, 但对于公家的钱财分毫必轻, 早熟懂事, 凡事尽量不麻烦别人, 却愿意帮助别人, 不轻言放弃, 某些观点也许悲观, 却会积极面对人生, 三, 情感与人际, 与家人情缘较薄, 价值观和一般人不太一样, 教义化小爱为大爱, 年岁即变老了, 心态却不一定老, 心境像孩子一样单纯, 笑声爽朗热情, 是个天真可爱的人, 知道, 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, 会放空也会充电, 不害怕死亡, 也不怕再转世为人, 如果可以, 还是选择为人群服务, 在人群中尝试注目的焦点, 内心却总觉得不属于人群, 对自我期许高, 做心目中的自己, 不做别人眼中的我。 四, 其他, 常常想背起形容随意去流浪, 到遥远不知名的地方, 对一切充满好奇与学习心, 尽可能把握时间充实自己, 学习能力强, 组织, 分析, 归纳能力好, 非常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, 随时做好死亡准备, 第六感的直觉判断力很强, 艺术的眼光不错, 有美感, 懂得欣赏, 喜欢这篇文章的话, 请将这篇文章分享出去, 让更多人看见吧。 一年过去了, 2022年走好自己的路, 坚持了就不必去在乎别人怎么想, 路是你自己的, 怎么走是靠自己的双脚, 嘴巴是别人的, 说什么我们也不必在乎。